内地方面随着中暴预披露的临近 内地的顺周期板块 近期也是再次获得了市场资金的青睐 我们也看到5月的PPI 创下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之后 央行货币政策会否出现新的方向呢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杨先生下午好 下午好主持人 先看到市场方面 近期看到这个周期股市有了一个复苏的迹象 是不是现在资金又开始 对于前期赚钱效应比较强的板块又感兴趣了 后市您觉得这个相关的板块 有没有继续的投资价值呢 最近公布的5月份PPI通比增长9% 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多商品价格的上涨 带来的输入型的一种通胀 特别是像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 以及煤炭等行业 那么同比价格增长30%以上 这也给相关板块带来了短期表现的机会 甚至一板块主要是受到经济复苏的带动 出现较好表现 而全球大多商品价格上涨 一方面是由于全球经济全面复苏 带来的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就是美联储放水所催盛的资养泡沫 这两个作用共同推动了大多商品价格的上涨 那么顺住地板块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上涨块 下跌也块 所以对于顺住地板块 要适当地做一些波段操作 不能过于恋战 这一点和消费股是不同的 消费股则是可以拿着养老的品种 而大多商品价格在上涨之后 能否继续持续 还要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 现在全球疫情基本上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随着大规模接种疫苗 那么疫情扩散的局面有所改观 但是印度的疫情依然是比较严重 所以建议大家对大多商品价格上涨 还是要持一定的谨慎态度 不能够过快地追涨 另外一个就是顺住地板块 要及时地获利了结 那么从长期来看 我国经济逐步从前期 投资拉动 出口带动 转向 消费拉动 科技带动 对于顺住地板块这些资源企业 需求量其实是下降的 所以从长期来看 消费可能比周期硬板块 更具有投资价值 那么最近消费新能源 这两大我看好的方向 均出现大幅上涨 特别是今天新能源龙头股 包括光伏 新能源汽车等行业龙头 大幅上升 带动了整个市场的人气 也带动了相关板块的表现 那么从市场赚钱效应来看 A5市场逐步地从前期调整 进入到大幅反弹阶段 所以对于后市再让大家继续保持信心 看到5月的PPI呢 是创下了上涨9%的高增长 让市场也再次兴奋起来 那您认为这背后有没有偶然 央行后期会不会再有一些新的动作呢 PPI的回升主要是受输入型通胀的影响 也就是全球大洲商品价格出现大涨 所以才推高了PPI PPI上升给企业的生产 带来了成本压力 那么另一方面 也可能会传导到核心PPI 包括这个视频价格 以及生活资料的价格 也会因此上升 由于现在猪肉价格出于下滑的过程中 同比下降比较多 而CPI中猪肉价格占比比较大 所以CPI呢 仍然是在1.9%左右 并没有快速上升 但是如果去除猪肉的影响 那么同比增速还是比较高的 建议大家呢 还是对于当前的通胀形势 有一定的警惕 当然在经济并没有过热的情况之下 那么通胀持余的时间不会太长 主要是由于美联储放水 所催生的资产泡沫 那么在全球通胀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有持有核心资产 才能够真正的抗通胀 包括优质的股权 或者是优质的基金 以及呢 好地段有刚需的房子 这些都是属于抗通胀的品种 现在而言黄金呢 抗通胀的这个作用并不是太大 仅仅是实现保值 要想增值的话呢 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 好期间 好股票 好 那我们再把目光看到 这个美国方面 美国联储局隔夜逆回购工具 使用规模是首次突破了5000亿美元 也是连续第三天创下记录的新高 所以啊 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关注 联储局调整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和隔夜逆回购利率的可能性了 那么对此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那么美国现在通胀的压力比较大 4月份起来呢 突破了4%以上 穿了几年的新高 那么美联储 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特别是无限联合宽松 释放大量流动性 那么推高了全球资产价格 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尔表示 未来两年不会加息 但是在通胀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数量的手段 要说减少购债规模等等 防止它过度放水所产生的副作用 也担心通过大量的放水之后 美元的国际地位出现动摇 那么近期美元出现一定的贬值 即反映出投资者 对于美联储放水的这种担忧 那么预计美联储在经济复苏和通胀之间 会寻找平衡 不会过度宽松 但是也不会过度收紧 可能会保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不变 通过适当地减少购债规模 来防止的这个资产价格过坏的上涨 好的 非常详细的分析 也是非常感谢杨岚王先生 欢迎订阅这一时段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